好,這裡是我們Corona的一個模擬器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模擬器去模擬說 你手機執行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這個遊戲把它load進來 很簡單,就像這樣把它拉進來 OK,把我們旗號的程式把它拉進來之後 它就開始load in 我們點play play之後呢,我們來選第一關 那第一關 基本上它的玩法呢 它就很像一個Angry Bird的一個 我們是仿Angry Bird去製作這樣的一個遊戲 它只是用了這個很可愛的小ghost的這個圖案 去代表這個Angry Bird 那其實整個程式的邏輯很簡單 因為Corona SDK本身就有這個物理引擎 在它的這個labor裡面 所以呢,其實就算是小朋友 來學習開發這樣的一個手機遊戲 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好,那只要您來上我們這個Corona SDK 也就是我們的兒童城市設計的週末班 那你就可以把這樣的遊戲 就可以自己寫出一個類似這樣子的遊戲 其實是相當容易的 OK 那,哇,我輸了 好,那基本上就先介紹到這邊 好,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